吴将 你给我下来 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 这女人到底是谁 你给我下来 你放开我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整天玩人间蒸发 我都找不到你 你现在竟然带这个女人到医院来 我们两个人是请回家说行不行 都是熟人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你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小三到医院来 你都不嫌丢人我怕什么 谁小三 那是我们领导啊 我们来医院办事的 什么领导啊 亲亲我我搂搂抱抱 你骗谁呢你 我在他药厂上班 他是我们董事长 我们来医院谈比业务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去你的业务 我今天就是要让全医院的人都看看 这小三长什么样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你这老女人 你都多大岁数了 还勾引人家老公 你要不要脸啊你 你给我下来 疯了是不是 是 我是疯了 我被你逼疯了 我受够了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想认受下去了 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吴义长 你给我下来 陈国舍 这说什么事了 没没没没什么事 那个 我老婆跟我有点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你在外面搞女人被我抓住了 你还敢说是误会 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是啊 家里矛盾还是回家解决吧 你看 这人几月多 院方领导看见 我们都在IP是不是 我马上走啊 你别想走 别闹 警告 我说警告 你别想走 不要离婚也在去法院啊 对对对 放开我呀 好了 有什么事要回家 你别想离婚 别闹别闹 别闹 我看 你别闹着我 走开 我算是瞎了眼睛了 我是弱智家脑残 我自作自受 活该倒霉 吴江 我不怕你了 我情蜜蜜以后不怕你了 不怕你了 要不再给咪咪打个电话 回来了 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单位有事 你哭了 没有啊 没哭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可能是 这几天家夜班太累了 所以 爸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马脑 我肚子饿了 开饭吧 马上会好 爸 今天晚上 我想搬回去住 你回去干什么呀 我不想再这么 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 所以 你这么忽然间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你以后这种情绪 你怎么能回去呢 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嘛 是 你不自暴自弃 当然是好事 可是你这样搬回去 我怎么能放心呢 行了 爸 我已经决定了 我洗手去了 马脑 怎么回事啊 他今天晚上要搬回去 马脑 一会儿他回去的时候 你帮我送一送他 我实在是不放心 客气什么呀 放心吧 有我呢 是不是拿错钥匙了 没有啊 自己家钥匙怎么会拿错呢 咪咪 是不是乌姜把锁给换了 乌姜 你给我开门啊 你为什么把锁换了 乌姜 你开门啊 乌姜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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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证啊 你 你会让他 干什么 乌姜 你们干什么 乌姜 你 你会出来 乌姜出去买东西 你们两个 赶快出去 乌姜 该出去的人是你吧 这是他的家 你是谁啊 敢在这指手画脚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这指手画脚啊 咪咪是乌姜的老婆 乌姜是他老公 我才是乌姜的老婆呢 哎呦 你可真敢说呀 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乌姜都快成你儿子了 哎呦 你们说我老 那是因为嫉妒我 告诉你们 我跟乌姜是有真爱的 乌姜认为我年轻 漂亮 有魅力 他可迷恋我呢 你看你自己 比我年轻几岁 就像个黄脸婆 乌姜已经不爱你了 你干嘛还死赖着不肯离婚 你要脸不要脸啊 你说谁呢 说谁呢 我看你不要脸 干什么 妈人啊 妈人怎么到 我还想揍你呢 你敢 我揍你怎么到 我揍你什么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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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别打 起来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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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 宝贝 你该这么欺负我 她她她是谁 保姆 啊 你个小保姆 居然这么嚣张 我打你 你打你 我打你 怎么了 你别打了 别打了 你 宝贝你要跟我做主打 知道 这样 你先回家消消息好吗 这儿的一切我会搞定的 你搞定他们 你看 气死我了 居然碰到这么两个疯女人 吴娇 啊 你自己说的 要搞定他们 你要是搞不定他们 我跟你说 你就别来见我 这么漂亮 你还在这儿干嘛呀 走啊 不走 晴雾 我跟你好好聊聊 干嘛 我跟他好好说 不会把他怎么招待 吴娇 你怎么能这样 你不回家住 我忍了 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也忍了 你连辞职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是忍了 可是你现在竟然带了一个野女人回到家里来 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啊 你说话小点声 你找个年轻漂亮的 我还能理解 可是为什么是一个老女人 你竟然为了一个老女人要跟我离婚 什么老女人 谁老女人了 我跟你说沙利 她年纪是大了一点 但她是药厂老板 她能给我想要的生活 你能给吗 你辛辛苦苦的念医学院 你就是为了出来帮富婆吗 你还有没有人格了 你也太恶心 太无耻了吧 那是你的观点 我们的人生观就不一样 既然过不下去了 就离 我把离婚鞋写好了 你签字就行 来 签 签完之后啊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过我恶心的日子 你过你高尚的生活 咱们俩从此没关系 我一直以为 我们俩能白头到老的 可是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既然你这么想你 我就成全你 不过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吧 要房要钱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 最后一个吻 一个吻 是于此 至于此 让我们有始有终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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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这个王八蛋 快来 郭靖 这个王八蛋 给我出来 你打女人算什么能的呀 给我出来 郭靖 给我出来 你又出人命了 给我出来 郭靖 这个王八蛋 明明 不怕不怕 太绝对了这小子 110吗 我不要紧 你还告不告他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他把你打成这样 你得告他 你得告他 我再问他没有问题 对不起啊 妈呢算了吧 别闹大了 万一老爸知道了 就用麻烦了 那我们就开始调解吧 等会儿 我要告 你要告 你告什么 当然要告他 警察同志你看看啊 我说嘴唇 快被他咬成兔唇了 拿钱 医药费 谁是损失费 拿过来 你怎么恶人先告状啊 明明是你把他给打倒的 打晕了的 我们两个人在屋里吵架 他自个儿滑倒的 我说你保姆掺和什么呀你 我保姆怎么的 保姆也比你强 当着警察面 你还撒谎 别吵了啊 咱审爱呢 莫娜 你别说了 我来说 我现在要告他 而且连离婚案一起告 对 不不等会儿 这这样这样 我不告了 好吗 我不告了 你也别告了 警察同志啊 我们都不告了 那就好 我认为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矛盾 适用于治安调解 能协商解决的 就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了的 就进行法律程序 你们都同意我 同意同意 同意 警察同志 我还得替这孩子说一句啊 就他 把他打成这样 得给个说法吧 验商报告显示 他还没有到 清商的标准 回去以后 如果发现造成 医学上所说的实际伤害 再回来 恋爱也不吃 你们现在先协商解决 好吧 就不要再吵了 不是啊 就他这德行的 怎么可能跟他 好好地协商解决呢 你们俩谁是恋爱人 谁说话算数 他 那我请你出去 行吧 我再带着 娜娜 你先出去吧 放心 我们继续吧 好吗 好吗 马脑 马脑出来了 马脑 怎么回事 怎么闹得拍锁的了 是我报的警 你报的警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走到哪儿 就出事到哪儿了 不是 多多 这事不怨我 是乌江把咪咪给打晕了 我才报的警 什么 这个臭小子竟敢逗咪咪 他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说他眼里还有没有我们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 一会儿等他出来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你先别冲动高敌 怎么回事 你不管他呢 你不管他呢 行了 别挡了 为什么 咪咪还在里头呢 爸 咪咪啊 没伤到哪儿吧 你别怕啊 有你大爹在这儿 一会儿啊 肯定给你出了这口恶气 干嘛呀 想溜啊 我告诉你没门 今天必须给我们家咪咪一个交代 你让开 别跟他废话 他呀 就是欠揍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干嘛 就他欺负我姐呀 是不是有病 就他欺负我姐呀 就他欺负我姐呀 想他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想什么呢 这是公安机关啊 在场把女纯都抓理你 赶紧走 你们让他走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